最近有网友发现了一条老视频 一个人拿着充电器顶着墙角向上推动 充电器竟然停留在墙角上 取下后再次尝试充电器还是能稳稳的待在拐角处 而另一个网友如法炮制时 感到充电器和墙壁之间似乎有粘性 用力向上推就能将二者进行粘接 为此有人做出了解释 虽然墙面看起来很光滑 其实有许多微小的凸起 会对充电器粘墙一面的底部形成阻挡 为避免松手后充电器向后翻滚掉落 就要两面贴墙 通过拐角处的微小凸起将其拖住 据此有人找了一面颗粒粗大的墙壁 经多次尝试终于成功 但这个结论并不被认可 因为人们发现墙面的任意位置都能站住充电器 或其他表面坚硬光滑的小物体 对此又有人认为是静电在作怪 并掩饰了塑料板吸住气球 但问题是静置在墙上的物体比气球重得多 静电系列的解释南原其说 而广大网友也纷纷寻找充电器尝试 但结果是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 而原因众说纷纭 让物体上墙其实并不是靠手艺 因为问题出在墙上 从视频看墙面都刷着乳胶漆 这种涂料使用人工合成树脂乳液 作为粘接剂形成漆膜 涂刷后随着水分不断蒸发 乳液威力会相互靠近 形成界面拉力增大的毛细管 将威力迁拉形变而开始融合 同时渗透进威力的成膜助剂 进一步促进高聚物分子长链扩展胶织 最后形成完整涂膜 因此乳胶漆的漆面虽然看似平整光滑 但乳液威力融合时 会造成表面出现具有一定弹性和素性的细微颗粒 而光滑的充电器外壳放大看 其实也是凹凸不平 因此把充电器按压在漆膜上搓动 较强的减力就会推动颗粒素性形变 向搓动方向延展拉长变成薄片 将充电器表面的微小突起顶住 而当撤去外力后 充电器较轻的重量是分布在这些薄片上的压力较小 导致薄片只发生弹性弯曲 就像无数弹性支架把充电器拖住 因此物体并不是粘在墙上 而是通过凹凸的表面挂在充满微小支撑薄片的漆面上 如果让墙面拐角的漆面都形成这种结构 就会增大支撑面积 使充电器更加稳固 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同样是乳胶漆刷的墙 为什么有的人百般努力也挂不上去呢 原因是有些乳胶器的合成树脂乳液 或含量不足或性能较差 以致微粒融合的聚结性不佳 长链的扩展和胶帘并不充分 导致涂膜缺乏韧性 在坚硬物体挤压滑动时 颗粒更容易脆性断裂 而不能延展成薄片 当然随着年份增加 气膜老化 机械性能也会跟着变差 同样无法制造足够数量的支撑薄片 所以那些实验成功的网友 看似是在炫耀技术 其实是在显摆他家墙上的乳胶器 在炫耀技术 在炫耀技术上的乳胶器 在炫耀技术上的乳胶器